2050年 全球人口将接近百亿 如何生产足够的粮食 养活百亿人口 将是人类文明存亡的关键 提起农业 我们脑海中出现的画面是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然而生产更多的粮食 同时意味着这个 这个 以及消耗更多能源造成的气候变迁 在空间与资源有限的地球上 如何发挥智慧 解决食物 废弃物 能源的多重困境 刻不容缓 在台湾 这个太平洋的岛屿上 人口密度高居不下 但天然资源十分有限 可说是测试解决方案的完美实验室 一群最顶尖的科学家 打算翻转这逐渐失衡的生态天平 台湾之前 废水是以废水处理的角度来看 不是以产能源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汽物废弃物可以就变成我们的生殖能源 就做早期发电 我们的技术所产生出来的产精速率呢 是世界上最快的 利用农业废弃物作为原料 台湾的科学家打造全球第一座生殖氢丸汽发电站 一石二鸟解决垃圾与能源的难题 他们将点亮世界的滤金未来 一石二鸟解决 这是第一座生殖的科学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